刘培元的英文教室一字多译片 第108集 好像13个youtube频道 一字多译 这是英文这个 程度的一种展现 它难度比较高 比如说 You dazzle uncoming drivers If you don't dip your head lies 因为我们一般认为 Dip就是用手 轻轻沾一下 沾一下液体 沾一下水 或者沾一下 或者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 把那个肉啊菜啊 沾一下酱料 就Dip 沾一下用手 或者是食物 沾一下酱 那我们一般就会根深底估 去想 沾一下 因为Dazel Dazel就是变得很 很这个 昏炫 Dazel 就是 比如说 那个脑袋有一下 想不清楚啊 昏昏的啊 或说一阵亮光啊 这个强光刺眼 Dazel 刺眼 就是你会 Dazel oncoming oncoming就是过来的啊 过来一个 司机啊 就是 你会Dazel 你会让它觉得头昏昏啊 或者光线太亮啊 If you don't dip 如果你不怎么样 你的Hairlight Hairlight就是大灯啊 如果你不把你的这个大灯啊 沾一下水 沾一下酱汁 哇 怎么办 那到这种情况就是 头会昏啊 不通啊 用沾一下水啊 用手指沾一下 可是大灯怎么沾啊 它也可以是 错车的时候放低前的 就是什么 打金光灯 比如说 荒郊野外 看不清楚 你打用光灯嘛 看得远 可是有会车的时候啊 对面有部车的时候 你要改打金光灯 不然的话你找到他 万一他出车祸的话 强光太刺眼 他出车祸告你 或者是 没事 可是他跟你比个中止 或者他也打金光灯 跟你对抗 跟你呛瞎 所以说 打金光灯 你看 差很多 打金光灯 跟那个用手沾一下液体 菜沾一下肉汁 沾酱 不一样 就是说 如果你不dip 你不放低你的 头灯 放低嘛 那头灯就是 它其实 有时候是车子 远光灯是一个 有时候金光灯一个 你这个按开关 它就打上面了 远光灯 照得比较远 角度的高一点 如果你不放低车灯 不改打金光灯的话 你就会这样 一面而来 uncoming 就过来的那个司机 它眼睛会被强光吃到 不礼貌 也造成交通危险 如果你 你看错车时候 你如果不打金光灯 就会照着 对车驾驶 很刺眼 你看它意思 to make the beam a beam 也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这个屋子里面的大量 大量 也可以是 大灯 强光 所以又是一次多余 所以一次多余 无处不在 to make the beam fair the light at the front at the vehicle point down 就是让你这个大灯 从你这个 主要的这个大灯 从你的light 从那个 照前面的 照前面的这个汽车 point down 往下 往下调 就变金光灯 to point the beam fair the light at the front at the vehicle point down 就是 灯到 往下 就打 进光灯的意思 所以你看这个意思 这个dip 很神奇 一般 我看大部分 可能 不会用这个字 就dip 知道说沾将 用说沾将 已经不错了 我还可以当 进光灯 这个没想到 那scramble 一般是争夺的意思 我们看 shall I scramble the eggs or push them 我要去争夺 这个鸡蛋 鸡蛋那么便宜 又说要争夺 或者是 push水煮 用热水 把那个煮开以后 水煮蛋 我这个 我到底要争夺这个蛋 还是去水煮它 scramble也可以炒 用炒 通常讲炒蛋很多 但也不一定 炒别的东西也可以 一般用scramble eggs 炒蛋比较多 stir together fry 就是把绞动 然后fry去 就是用火 去把它煎一下 炒一下 就煎炒 stir together fry 所以它不只是争夺 你看差很多 争夺跟那个炒食物 炒蛋或炒青菜 炒什么食物 意思差很多 所以意思多 有些是 差距不大 你还会议的过来 还可以猜一下 有些人根本猜不到 你现在这第二轻啊 沾一下水 跟那个 这个打进光灯 你看这是怎么拆啊 完全没办法拆啊 你说这个争夺 跟这个炒鸡蛋啊 这两个不一样 should I scramble the eggs or approach them dispatch 就是派遣 通常是派遣 dispatch 派人去出公差 派他出去 the injured donkey 这头受伤的驴 wish dispatch 被他的主人派遣出去 这又不是人啊 这没那么聪明 你派他驴哪听得懂啊 你说派他出去 那你要有人骑在上面啊 或者人要赶个驴啊 不太通 怪怪 这头驴被主人派出去 出公差 驴要不要说 抱差驴飞 不对 那就不对 那什么 杀 killed or put to death 杀掉 或者猝死 猝死 因为杀嘛 用刀子杀 猝死啊 方法很多啊 下毒药啊 方法很多 所以这头受伤的驴 被主人宰了 因为受伤嘛 或者马 有时候受伤 就是 就是有时候是出于人道的考虑了 人道的考虑 就是说你不想他 这个继续受苦 就是通常啊 马的话就是 比如骑士 士兵或怎么样的 就是对着他那个 马的那个头部啊 就是大概脑袋的部分 一枪 三秒钟结束 就是也是人道 那有的时候他受伤了 那有时候战争的时候 没办法受伤 刚好没用了 就是吃马 马肉 吃驴 也有啊 看情况 所以被杀掉了 The injured donkey was dispatched by someone 你看派遣跟杀 差好多 你看这一集都是差好多 派遣跟杀也差好多 那graduate 那很简单啦 毕业 It's reasonable that the tax is graduated 这是一个很 很合理的 reasonable 就是很合理的 就tax 有税啊 交税 is graduate 税会毕业吗 税又不是人 缴税 怎么会毕业呢 很奇怪啊 这个缴税 这个税金啊 毕业是 是很合理的 这讲不通啊 一般我们讲graduate 毕业动词 名字graduation 毕业 名字 它也是分成等级啊 arrange and grace grace就是 各种各种的集聚啊 也可以当成绩啊 分成等级 所以这个把税啊 分成不同等级 是合理的 为什么 富人赚的钱多 他缴税的税率要高 穷人缴税税率低一点 一般人就正常 所以美国税率很高 最高可以到多少 50%吧 最高可以到50% 那台湾就比较低一点啊 最高可能30% 就是富人税嘛 缴得越多 但有的富人不高兴 我干嘛 全部一样 全部都20% 这跟有钱没钱有什么关系 那就像健保说 这有钱人收入高的 健保费比较多一点 那有钱就干嘛 那有钱是我 我自己突然来了 大家缴健保的费率 都要 就是缴的钱都一样嘛 大家身体 我是大老板啊 他是穷人 可是我们生病 几率都一样啊 我缴钱都一样啊 总不能说 我看病比较贵吧 穷人看病比较便宜 那有人反对 那有人就说 啊 长董 不要这样子嘛 赚的钱多一点啊 取之社会 用之于社会 所以有人不一样 有的一毛不拔 赚钱 有钱是我的事情 我干嘛多加 这是公平原则的问题 这跟钱多少无关 讲得有道理 有人说 哎 不要分那么清楚 我们赚的多久 多加一点嘛 我们钱也从社会大众关 所以每个人 看法不一样 所以这是分成等级的意思 你看跟毕业又差好多 好 他还可以刻度 我们一次讲一个意思多一 他还可以当刻度 刻度 这个是什么仪表板啊 分成多少刻度 又可以当那个意思 像piled 一般是毛皮 动物的毛皮 the rain piled against the window 毛皮 名词啊 这边是写的是动词啊 动词你说变成毛皮 把它剥掉 变成 制成皮 有可能 这个大语呢 制成皮 然后撞击 写到我的窗户 啊 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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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很通 飘成毛皮啊 他也可以是beat heavily 就重极啊 你看差好多 你看这一期的五个字 都差好多 毛皮 名词嘛 重极变动词 啊 这个雨呢 大雨 我们可以加一个 happy rain happy rain 加heavy rain 比较合理啊 h-e-a-v-y the heavy rain pelt 大雨呢 重重的 啊 那个大雨 那个雨滴比较大嘛 下的速度也比较快 哦 重几张 我们就是大雨的时候 穿着稀里哗啦的 滴滴兜兜的 啊 不是 那个 小雨就滴滴兜兜的 大雨就稀里哗啦 蹦蹦蹦蹦 啊 那最糟糕就下冰袍啊 啊 有时候打死人 打伤人 啊 大雨 雨滴的 重重几重 我的窗户上 他重几 重重的打到 beat heavily 也不再是毛皮 这一次多艺很神奇 啊 这是我最新十三个 YouTube频道 新增了一个 英文测验篇 啊 很多测验 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要考 各种考试 工家考试 考英文 或者多艺啊 托福啊 杂七杂八的 全民音节啊 都可以看看 参考一下 这都是考古题 啊 那其他的啊 可以的话 就是这十三个频道 都按 一次十三个 按订阅 反正不花一毛钱 花两三分钟时间 我们最后 再把这个念一下 就是 一次多艺 我们就念这个 多艺的 这个意思 原来的 就自己看一下 我们就讲 这个红色的字 就是另外别的意思 you are a dozen oncoming drivers if you don't dip your hair lights you are a dozen oncoming drivers if you don't dip your hair lights should not scramble the eggs or poach them should not scramble the eggs or poach them the injured donkey was dispatched by his honor the injured donkey was dispatched by his honor graduate it's reasonable that a tax is graduated it's reasonable that a tax is graduated 这边 不是毕业了 就是分成等级了 pelt the heavy rain piled against the window the heavy rain piled against the window 所以这一次多艺 非常神奇 所以我才要 看这个视频 让大家有这个 有缘的看到 当然这个 没人看 我就没办法了 我觉得内容不错 大家找不到 搜寻不到 因为这个也没在推荐 看不到就认了 但有人说 哎呦不错 这东西不错 那就有缘 那就大家帮忙分享 帮忙订阅 这集讲到这里